2010年夏天 常年演出大爱剧场的艺人邱秀敏 不敌大肠爱摧残 享年64岁 他在生前就签下了大铁捐赠卡 让他对生命的热情和大爱 得以长留在许多人心中 2003年知名作家 信林子意外往生 他生前立下遗嘱 要把有用的器官捐出来助人 把遗体捐作医学研究 至于烧尽的骨灰 就撒在屋后的小溪吧 作家说 多少可以滋润一下两岸的花草 许许多多知名不知名的勇者 视死如归 以爱常住人间 然而2011年4月份的一份统计 正在判得一线希望 等待移植的病人总数 高达了有7000多人 这是多么艰难的期盼 期盼一个人的死 换得其他人活下去的希望 民国100年 慈继45岁 先是一个观念 后成一种态度 终于一项行动 慈继推动大体捐赠 推动器官捐赠 难行能行20年 没有掌声 只有少数受贿者 永至不忘 感恩的泪水 他们那种付出 绝对是非常有价值的 真的是 至少以他小小的力量 小小的付出 那获得回报是 无限大的 因为那是我们看不见的 我认为生命不再长短 是在于他的价值 看你能不能在你有生之脸 把他利用 给他充恩的利用 我的感觉是 好好地活下去 活在当下 我现在换过一些 我是讲这种话 是这样的感觉 人生 不过是一段时间的旅程 有起有灭 有聚有散 而一般人 总是渴望生命 拒绝面对无常 对于身后事 更是忌讳谈论 形成死亡忌讳 你说多久了 你一直没有 10月24日 10月27年 那3月 暗门四个月而已 这么不错 真好 现代医术的进步 模糊了生死界限 她是刘美莲 20年前心脏衰竭 因为换了一颗 别人的心脏 20年过去了 她还好端端地活着 你几岁就换新了 我33 33就换新了 不像换新了 不像 好像正常 来 往里 过过了 好 两下血压 我们去抽几个地方 换新20年 也做了20年的医院志工 回想起民国80年 台湾的心脏移植手术 才进行了三年 整个社会 对于器官捐赠 充满疑虑 刘美莲 也活在恐惧的等待中 她也会很恐惧 她会都会哭 不如说 我会死掉 我没有心脏 那时候真的 心里好 好怕好怕 一句话就怕死 那个时候弹劣容易 那个时候器官捐赠的人太少了 如今 国内的心脏移植手术 已经迈入第25个年头 以存活率来看 10年的存活率60% 15年的存活率高达50% 超越国际标准 魏征是台湾心脏科的权威 在她手下成功移植心脏的病人 共计有375例 这代表了375个重生 与375份的幸福 以换新的那个年龄来算 我叫她师姐 她叫师兄 因为我们换新就是 不是论罪 论说谁先换谁先 谁换谁算 有的人比我后来换 年龄也都蛮大的 也是叫美年姐 自从1987年台湾首度 换新成功后 童年政府颁布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并且明定 人脑死就是死亡 这意味着 自己亲人 尸骨未寒 就可以摘取器官 在当时的确冲撞着 华人传统文化中的死亡忌讳 脑死的意义就是 意思它是讲脑部坏掉了 因为脑部呢 是控制我们全身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对不对 那脑坏掉了 它假如说是 无法再恢复的一种状况 我们叫脑死 1996年一场意外 吴妈妈失去了长子 如意章 当医生宣布脑死 全家一致决定 将儿子的器官捐出 让17位受赠者受毁 但做妈妈的 仍然忘不了 摘取器官的那一刻 最残忍就是 我们在看儿子 所以我今天要明天要去 今天晚上要去煎 那个心脏从台北 就拿了冰箱来 那时候看了证事很难过 就知道他 他要起了心脏要回台大 那时候我也在犹豫 爸爸就讲了 你不煎啊 不是一下帮我烧掉了 他的机会那么好 吴家住在民风保守的屏东 器官捐赠的决定 让他们饱受社会舆论的压力 当年读国中的吴上阳 到学校请丧假 说明父亲器官捐赠的事实后 掀起了一片踏法 他们那时候的同学 很多人会认为 器官捐赠好可怕的一件事情 他们不会认为说 死掉之后 器官它是继续可以有 它存在的价值 那包括老师也跟我讲了 一个很有趣的话 他就说 你爸都死掉了 为什么你妈妈那么残忍 他要把那个爸爸的心脏挖出来 你不觉得那挖出来以后 下辈子不能当人吗 捐赠器官第一个抵触的 就是保留全师 祈求升天 以及合乎孝道的传统 对这个形体的看法 从这个儒家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礼意里面 已经有这个保存 所以他论来说 这个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而道教呢 他又发展出另外一个 不但是要全师 而且要把它这个师 要练成纯杨 所以这种观念 在传统时代呢 是有它的一个完整的 一套文化的背景的 第二个争议 就是死亡的时间点 佛教徒对于临终的看法 命中需助念八个小时 方可移动遗体 这样的观点 来自杂阿含经卷二十一 受暖及雨室 舍身时俱舍 人必须全身凉透 才是真正死亡 人死以后 假定是从脑死的观点来看 脑死是脑干死嘛 那脑干死 其实是相当于 深层的这些意思 包括阿吶也是 可能也没办法存在了 那皮肤 眼角膜 可能一天里面都还可以用 死亡其实是一个 渐进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不是说一定有一个 确定的这个时间点 关于佛教的脑死官 应顺导师看法精辟 他说脑死了 不能再生存下去 就可宣告死亡 然依佛法说 这不能说是死 这是在向死亡接近的过程中 没错 脑死就是逐渐迈向死亡 而不能逆转 所以早在台湾唤星成功的那一年 也就是1987年 慈济正言法师 不但赞叹身体不失功德无量 并且开始大力推广 器官捐赠 哥哥85年捐赠的时候 肾脏有一颗在朱大哥身上 那朱大哥非常的感恩 他觉得 他也要把器官捐赠 遗爱人间 继续地把爱留在人世界 无因来说 哥哥死后 受赠者朱一肯活了13年 死后又捐出了眼角膜 让人重见光明 这种器官辗转的相续 让死亡变成一种过度 而不是终结 她是郑秀珍 2003年4月独子发生车祸 经过一夜抢救 医生宣布脑死 当时他做了最痛苦 也最有意义的决定 捐赠器官 我记得我很久以前 有参加过一次慈祭的 就是慈祭的那个 意外还是什么 那有一次就是 有在推广器官 那我有填了一张器官卡 非常久非常久 那时候你们 那个慈祭的刚开始 那时候刚开始 那就是种下了这个因 那后来我儿子出事以后 我就是 那天晚上 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只有霍达的人生观 才可能超越生死 宝贝儿子卓敏胜 虽然去世了 但他的器官 还健康地活在人间 有一点怀念 但是有一点痛 但是也有一点欣慰 因为这一条路 是每个人都要走的 我也许有一天 我走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 还可以去照顾三个家庭 你好 我们星期六在鼎西国小宴学 我跟您来参加 谢谢您来参加 移植心脏后的刘美莲 现在是慈祭的志工 从雀木到环保 她样样都来 因为曾经死过一次 她更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每一天 人生的确是神秘莫测 无偿随逝 唯有活在当下 找到生命的意义 就能迈向永恒 慈祭带动的大体 与器官捐赠的风气 已经广被接受 然而在二十多年前 等同是违逆民间信仰而行 质疑与责难非同小可 例如当时就有人质问 佛教徒往生后 不是需要二十四小时住念 不可以移动吗 如果将躯体捐出 那怎么能够往生善处呢 正眼法师回答 死后将躯体捐出 是生命的延续 佛陀说 头目随脑西施人 绝没有一个旧人的菩萨 还下跺地狱的 科学也已经证实 两千多年前佛陀的证件 而后呢 更有人以维世学的观点 质疑死亡 以及何谓脑死的定义 意理辩证的纷扰 甚至还惊动了上映夏顺导师 导师 以理 薄理 坑枪直地 导师说 死后立即摘取了器官 不会妨碍亡者 一时判定脑死 身体部分变冷 那个时候虽然有维系意见 在维世学上成为 莫纳士与阿赖也士 但都是舍受 不会有苦痛的感受 移动身体或分割器官 都不会引起苦痛或厌恶的感觉 如此辗转二十年 目前台湾是全亚洲器官捐赠最高的国家 2007年 慈激医学院的大抵捐赠卡 已经突破两万人 你看看啊 看到什么了 来 坐下来 唯有大舍 才能超越死亡的痛苦 五年了 对于儿子的猝死 何正正的心已经跪于宁静 2006年事发当天 没有任何迟疑 他决定捐出大体给台大医学院 我就是认为这个是 我们对生命的肯定啊 觉得一个生命应该有它的极大值 器官捐赠能救命无数 而大体捐赠 则对医学教育影响甚至 翻开台湾医学百年史 1899年 日本总督府训令 监狱病死或受刑而亡者 必须提供大体 直到1920年为止 共有905具大体 供台北帝国一大使用 从此奠定台湾优良的医学技术 病人是医师养成过程中 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常常是从病人中去学习 病人的各种的表征 各种的症状 各种的临床的表现 常常会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去 想办法去解决 或者去研究一些新的方法 来帮忙解决病人的痛苦 人体构造极为错综复杂 医生必须从解剖大体中 得到精确知识 才能在紧要关头中 发挥救人的精湛医术 当学生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解剖 因为这个解剖实际是太重要 尤其是对外科来讲 你一刀割下去 你会割到什么东西 多深 你都要掌握 你都要知道里面 看不到的地方 你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 这是解剖 台湾以前大体 都是非志愿者 直到1994年 慈激医学院创校之后 大体老师志愿捐献的观念 才慢慢开展 但是 北区六大医学院 一年大体捐赠数 精精百位 明显偏少 要家属突破亲人一体 被凌迟的悲伤 必须让捐者安心 家属放心 福人大学医学系创办之初 便参考此季 建立了天主教室的礼敬追思仪式 2011年的大体老师入殿典礼 在耶稣圣像与十字架带领下 神父主礼赞颂 愿大体老师受主蒙昭 在天国永远获得光明与平安 这种歌不是爱 值得我们尊敬 值得我们感动 也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我接手之后 有去参观过慈激的 整个感恩追思礼的仪式 我觉得慈激做得很棒 我们想觉得说 这个精神或许我们可以 引用到天主教福人大学这边 学习慈激的步骤 辅大同样安排学生 在上解剖课之前 访问家属 认识大体老师 目的就是要提醒学生 所有的医术 是来自病人的贡献 医生应该关爱病人 这是火化礼 全体学生在神父带领下 敬送最后一程 圣水洒落灵鹫 祈祷全能的天父 收纳大体老师 当学生们观看到 那天人永隔的一刻 家属的痛映入心扉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吃不舍拉也很难过 他会想到说 在研究他们的痛死 那种 好像就是那种千刀万刮的感觉 我们会痛在心里 可是想到他 后面可以帮助这么多人 我觉得 那种感觉是 真的让我们会感觉 以他为要 音乐系唱着敬堂曲 悠扬的乐声反复回荡 天真悠悠思念之情 从火葬奉古会谈回来 校方举行 为灵公祭感恩追思礼 并要求音乐系 所有学生 必须全部参加 我现在阻挡的 这两年多的时间 感谢师生们的 用心安排一切 如果问我现在有什么心愿 我只想告诉我妈妈说 我实在想你 你如果没有经历过 比如说经历过大体解剖 或者是说 慢慢去接触 这些大体老师的背景的话 其实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 特别感觉 希望他们是良医 而不是民医 良医跟民医有很多的差别 那希望他们是能够 真正帮忙病人的良医 社会其实投入很多资源 帮忙培养这些意识 所以他们必须对社会 要有一些回馈 1995年 慈济医学院 推行大体老师教育观念 扭转了以往 对大体不重视的态度 阿伯 你好 我是实习医生林奇伟 林奇伟是慈济大学 医学系五年级的学生 经过大体老师教育 在医院实习期间 他重视人更胜于病 你在看这个病人的时候 你不要只针对他的疾病 你不能从这个 先从这个疾病开始想起 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有什么样的症状 然后你才去问这些问题 而是你要从这个人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再去问他 去慢慢推演出 他有什么样的疾病 2001年 慈济推出 急速冷冻的模拟大体 解冻后 因为和真人相似 更能训练医师 快速精准地 掌握救命之药 陈景亮 住院医师第五年 在主任监督下 和一位医师 合力完成肾脏移植 这位泥水工之子 最感激的就是病患 病人他为什么 他就像我们自己 愿意把自己的身体 交出来 他都可以这么样 信赖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地了解他 一定要很有把握 才能做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真的是 应该说 应该说辜负患者 对我们的期待 医生不是神 你开刀开得再好 你还是会有瑕疵 你自己会觉得 我今天这个不够好 我下次开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开 会更好 病人当然是你的老师 你没有前面这个病人 你怎么可以 救后面这个病人 美国华尔街日报赞叹 慈济大体老师的教学方式 不只是教育学生技术能力 更重要的是 孕育出同情心的医生 要开风气之先 做社会的领头羊 需要有前瞻的眼光 和过人的勇气 在器官与大体捐赠的推动之路上 慈济没有缺席 而且持续努力着 慈济45岁了 这是献给台湾社会 最有生命力的领悟 在生前签署同意书 愿在死后捐赠遗体的人 是勇者 是舍身的菩萨 而器官捐赠 最受试炼的 其实是亡者的家属 亲人亡固 还在深沉的苦痛与沮丧中 却要即刻决定 是否要捐赠 不是大人大勇的菩萨 也做不到 如今台湾平均一天 就有4.5人 填写了自愿捐赠大体 意愿之高 未为世界奇观 当生命结束时 选择一条 延续他人生命的 大爱之行 一股再生的力量 鼓鼓流动20年 台湾感恩有慈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位 李宗监